其實這個拜登他在還沒當選之前 他在選總統的時候 他其實就說過了 他會聯合他的盟友 然後一同來對抗 就是美國的敵人或對手 沒錯 那因為其實他一當選之後 他其實也很明確的 跟所有的全世界宣誓說 我會聯合 我會先跟盟友談 我會先跟我所有的朋友談 談完之後才去對那些不是朋友的人 所以他其實上任之後 包括他的官員 就先去歐洲 先來亞洲 這樣子一輪 剛才才能各已經很完整 跟大家報告了 從3月16日到18日19日 對 就是一路以後 這些全部都是盟友國 全部談完之後才跟中國談 那就是在阿拉斯加 當然也是因為選在兩地 從DC 從華府飛過去 從北京飛過去的 算是比較中間的點 比較順路這樣 當然也某種程度上可能也是顯示了 這個如此冰凍的一個關係吧 天寒地凍的關係 但是就是我這裡先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美國現在內部 就是我們先不講說拜登 美國的民意對於中國的看法 就是3月16前兩天 美國的那個蓋洛普 他有一個最新的民調 他說美國人民 他問美國人民 你認為美國最大的敵人是哪裡 是哪一個國家 之前很多人都會選俄羅斯 北韓 這幾天就很阿拔 然後2020年的時候 中國已經急速的快 就是他問去年 一整天你覺得哪一個國家 是美國最大的敵人 中國已經整個就是完勝 對 那個45%遙遙領先 俄羅斯26% 然後北韓只有9% 所以現在這個美國的民意 是對中國是一個 對中國的這種阿拔 對於中國這種戰狼外交 對於中國這個到處就覺得 自己要稱霸 就是我最強 我不管你國際秩序的這種做法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厭惡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拜登政府他當然也不可能 對中國客氣 包括說見面禮 就是還沒見面就先給的見面禮 就是點名24個中港的官員 就是危害香港的民主自由自治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氣氛之下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 已經真的撕破臉了 剛才可能我們看到的這個影片是 其實是他們的開場 這個2加2會談的開場 通常在這種時候 如果說是一個 因為他是開場給媒體照的 通常大家會比較關化一點 然後就是我這一邊 簡單個兩三分鐘的開場白 你那邊兩三分鐘的開場白 行李如意一下 對 行李如意一下 握個手 合個照 好 那現在媒體請出去 但沒有欸 我們談時之內容 結果這一個 他們開了一個小時 完全走鐘欸 對 完全走鐘 他完完全停 他在媒體之前 就這樣一個小時 這樣子唇槍設計 嗆來嗆去的 對 那就是美方這裡先講10分鐘 中國這邊回嗆18分鐘 然後當然還加上翻譯 然後呢 這個時候其實照理來講 兩邊都講完了 要請媒體出去了 那美方這邊就說 等一下 媒體等一下 我們還有畫一個 依序 對 因為剛才中國對於美國的 包括說問 叫美國摸摸自己的良心 我們要回應一下 這些真的是一個蠻 真的是蠻無理取鬧 就是有點捉賊喊抓賊這樣 所以美國再回應一下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中國的這些做法 大家可能之前會很擔心說 拜登會不會對中國比較軟弱 比較友善 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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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沒有